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30日星期天 中国经济究竟如何 4月份来了一个过山车 4月18日党媒党报宣布中国经济很好 但是过了10天 4月28日月底的时候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 但是公报却调子不乐观 反而比较悲观 4月18日怎么说呢 说是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增长4.5% 说是内身动力增强 逐步增强 说经济开局良好 表现了什么稳中向前这类乐观的说法 那么到了10天之后 4月28日政治局会议先说了一些什么经济平稳 向好等等这些套话之外 但却承认说增长只是恢复性增长 内身动力不足 内部消费也不足 内需就是内需不足 然后意思是说中国经济面临很多新的挑战 那么调子不乐观 而中共本来是今年在两会上定一个调子说经济增长了是定了5% 第一季度公布4.5% 这个数据本身就让人怀疑 有一个说法就是为什么不是4.1%或者3.几 一个整数4.5% 这是中共做出的一个数字 那么还有一个提问是为什么不是5.5% 你可以党媒党报宣布就是了 这无所谓 反正是全民脱贫 全民小康 有党媒党报说了算 事实上怎么回事 谁也管不了 那么有一种说法 说第一季度不要宣布那么高 因为第一季度李克强还在任 到三月份卸任 那到第二季度可能宣布高一点 表示习家军人物李强当总理之后 经济就更加跃升了 比如第一季度宣布一个4.5% 第二季度宣布一个5.5% 这就表示李强比李克强做的强 比李克强更强 大概有这个意思 但不管怎么说 政治局会议开会的调子显示经济并不好 本来配合党媒党报的宣传 当时宣布4.5%增长的时候还发表一些文章 说中国经济形势喜人 说朋友很多 广来 还试图把广交会或者上海车展 把各种什么展览会 波兰会 博鳌论坛都要算进去 结果算了半天 发现朋友不是越来越多 而是越来越少 外资外企继续撤离 所以在香港股市在过去短短一段时间 就撤离了31亿多美金 大家继续撤离 而中共通过了一个反间谍法之后 又去骚扰外企 外资 说对别人的数据资产都要检查是否构成国家安全 就要更多的外企撤离中国 美国企业的调查说今年想撤离中国的意愿是去年的数倍 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的也大幅减少 原先最早的百分之八十多 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多 本来疫情都过了 应该说经济大发展了 是不是外三外之要留下来了 其实反而是往外撤了 因为发现现在的极左政权释放了不同寻常的信号 似乎仍然是怀疑外资外企 表面上要吸收外资外企 但在动作上又是赶走外资外企 说中国经济好不了 一个是内需需不足 再给外资外贸撤离 就是外需内需双重不足 你就是讲外循环内循环都讲不过去 说经济不好 这是肯定的了 经济不好 这回要看五一 五一长假到了 所以现在国内估计五一会出现大幅度的消费 国内消费会大幅提升一把 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酒店暴涨 涨价 说中国人怎么做生意 前段时间本来有人已经订了酒店 要出游 居家出游 结果纷纷接了通知 说酒店各种原因要退订 原因是一会装修 一会儿说换了老板了 换了业主了 换了股东了 一会儿又说是出现了其他问题等等 有些人无奈 只好取消了预定 结果预定之后他们发现上当 取消之后发现上当了 发现同样的酒店价格暴涨了几倍 涨上去了 或者是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50以上涨上去 结果这些酒店做生意是什么呢 原先定的时候价格比较低 后来发现酒店价格在飙涨了 到五一前很多人有出游的意愿 结果就把人家低了退掉 然后涨价来迎接新的客户 所以这些属于做生意不道德 都是中共党文化弥漫在中国社会的象征 弄虚作假 就是以钱为中心 这些正常国家 正常社会 民主国家 民主社会 像日本 美国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想象 出而反而 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做生意 生意之道 那五一长假是不是会促进一个消费大增长 还可以拭目以待 这是中共国内一个调子 另外 总理李强 习家军人物 他会见世界贸易组织 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总干事 这个人也是个中文名字叫邓宏商 邓宏商一听是不是个中国人 就好像外交部长秦刚 会见张明 什么上后组织 秘书长是个中国人一样 这个人不是个中国人 这是个新加坡人 他世界知识产权总干事 李强在会见这个总干事的时候有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美国加强了对中共抄袭剽窃盗版的调查 说今年以来调查和追查中共盗窃案 盗版案增加了1300% 美国根本忙不过来 说每10小时12小时要开辟一个新的案子 中共猖獗的盗版 那么现在全世界的商品中至少2.5%是蒋茂伟的商品 而蒋茂伟的商品中85%来自于中国 一个是蒋茂伟的祸害事件 另一个是中共大规模的窃取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 说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A忙不过来的原因之一 当然还有其他的间谍渗透案等等 但是李强在会见这个知识产权总干事的时候 却造了三个句子 这三个句子其实就是中共的一个套话 你只要造出套在哪个地方都成立 他套了什么中国是贡献者参与者或者是守护者 或者是积极的参与者或者是重要的贡献者 还有什么坚定的守护者 他怎么造句呢 还得看出来一下 他们共产党的造句是一个套话 李强是这么说的 他说中国是知识产权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 重要贡献者和坚定维护者 这个话大家都很熟 当国际社会指责中共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章程 或者是不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时候 中共就会宣称自己是世界秩序的积极的建设者 重要的贡献者和坚定的维护者 然后这个是世界秩序 现在造句子造到了知识产权 可能接下来中共还可以造个句子 如果说世界各国谴责中国人权迫害 迫害少数民族 中国还可以造句 也就是讲中共是人权保障的积极的参与者 积极的建设者 重要的贡献者 坚定的维护者 这是一笑天下 一笑大方 就好像说老鼠是李强 积极的参与者 积极的建设者 重要的贡献者 坚定的守护者一样可笑 或者黄鼠狼告诉鸡 说我黄鼠狼是你们鸡的权益 鸡们权益的积极的建设者 重要的贡献者和坚定的维护者 恐怕连鸡都要笑出声来 这就是中共 居然造句造到了知识产权上 让全世界可能是笑得也笑不出来 或者说是气得都要笑出来 中国人造的话 这是李强套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大概是王沪宁的发明 现在只要世界上有事指责中共 中共就拿出这三个句子 造就行了 以为造完了 你也就相信你了 反正是不是信不信有你 反正我是信了 你越说我犯这犯那 我就越说我是建设者 贡献者 维护者 甚至是积极的建设者 重要的贡献者 坚定的维护者 看你怎么说 哪怕是砸回香港 我都是香港一国两制的积极的建设者 重要的贡献者 坚定的维护者 这就是中共的造句 所以世界上都知道中共是怎么回事 中共是这么造句 中国网民相不相信呢 现在发现中国网民只要稍微评论不加管控 或者不加精选 或者说是没有五毛党大事的引导水军网局的参与 一不注意就流露出真实的名义 比如说最近日本因为在三月底的时候公布了 它的产业省公布了一个政策 公布这个政策 说在六大行业23种产品 主要是半导体方面的产品就是在出口加强管制 除了对42个友好国家之外 其他的地区要采取一定的审批程序 这是日本自己宣布的一个政策 是一个内政 中共当时跳脚 他的跳脚方式是通过几种发言的方式来完成的 他的发言有驻日本大使或者是中共内部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他有几个发言 一个是中共驻日本的大使 他有一个发言 就吴江浩 他说日方不久前宣布收紧半导体出口管制 到底是不是针对中国 大家心知肚明 因为日本不会提国民 然后又说如果日方直以为之 失去的不仅是中国市场 还将达上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未来 那你人家达上未来就是失去半导体产业的未来 你管干什么 你还提日本着想吗 这不可能 然后第二个动作 中共就搞了一个冒出会新闻发言人 就对日本出口管制措施发表声明声称 说该拟力措施范围广泛 政策规定不明却不透明 拟力管控物质远远超出正常的管理范畴 说日方将其所称42个友好国家以外的 中国和其他诸多国家 采取逐按审批的许可程序和方式 实质上为这些国家设置了障碍 说是这些国家主要就是中国 因为其他的那些国家 中亚也好 非洲也好 用不着那些东西 那么42个友好国家主要的发达国家在内 或者是民主国家是日本的盟帮 那就行了 所以他说这个也没有用 其实他也知道是针对中共 接着第三个 有一个叫中国半导体协会发表声明 他说如果日本政府执意破坏中日半导体产业的良好合作关系 中国半导体协会将以维护900家会员单位震荡合法权益为己任 呼吁中国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这三个声明出来之后 中国网民就笑了 中国网民纷纷留言 网络上形容说是激起了一片的欢腾 说日本限制半导体出口给中国 中共的发言是引发网上一片的欢腾 网上少有的欢乐 大家留言是什么呢 一不注意这些留言就出来了 有过针对半导体协会的声明 有人说假装自己不是中共政府的喉舌 然后关于中共反对日本半导体的事情 这里有人说你也可以不卖给日本东西 人家的东西想卖就卖 不想卖就不卖 说你这封信有干涉内政之险 就这样中共跟日本的交涉 你不能强卖强卖 你也可以说你什么东西不卖给人家 中共经常干这个事情 对韩国对台湾对日本都有干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网民说 说中共的生命整篇一阵词言 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看到末尾的葡萄萝卜盖的红章 他就想有效的冲动 就是这个红头文件 另一位网友表示急了急了 证明人家做对了 还有一个网民说一哭二闹三上吊 就是这个中共三个单位的声明 还有一个网民说 哎呦真的成了半导体歇会 歇会就说你可能是差不多了 然后说还有一个网民就跟着评说 看了一下评论 百分之九十都是幸灾落祸的 这我就放心了 都是嘲讽中共为日本的措施叫好 还有的网民这样说 说到处都是敌人 就剩嘴了 卡到脖子 卡到脖子了 看来是有效果了 他就学中共的话 说中共犯人的话 如果你再卡我脖子 我就死给你看 虽然被卡脖子都翻白眼了 也得嘴硬 砸日本车的时候想啥呢 原来这个反日风潮 打砸抢砸日本车 砸日本的电 所以想什么了 甚至把开日本车的中国人 都砸到头颅老僵奔裂 自相残杀 还有网友说 你说你反制 你怎么反制人家呢 拿什么制呢 是不是安排各地卫视火速 安排滚动播出地道战 小兵张嘎这些电影 还说干脆禁止出口自国理念给日本 让他们无法学习先进的理念和自国之道 比如说无法学习动态清零 无法学习封城这种极端措施 要禁止输出 还有的网友就说 这个半导体就写成了半导体倒下的岛 说是一字字差 中国的半导体成了半导体倒下的岛 在日本方面措施引发中国网民的狂欢 大家才知道真正的中国民意是什么 绝不让中共再占其他国家的便宜 因为他们占了便宜也不会落到中国人民 好处不会落到中国人民头上 只会落到腐败集团头上 日本采取措施 印度就更厉害了 印度可以说强悍对待中共 自从中共在中印边界的冲突摩擦之后 不断的撤动 印度生气了 虽然是印度反击 强硬反击 中共是付出双倍的伤亡 折腾几年没有结果 最近又想折腾 被印度国防部长当面指控指责中共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你们不遵守边界协议 你们签了协议就违反 就施约 搞得李尚福皮笑都不笑 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个人刚上任 没有什么经验 印度自从边界纠纷发生之后 印度就开始报复共产中国 三个数据三大措施 一个数据叫300 一个数据叫500 一个数据叫6.8 什么意思 300就是禁止了中共几乎所有的软体 应用软件 包括抖音 微信 微博这些全部禁止 禁止在印度使用300个以上 几乎中国的全部的应用软件都在印度受到禁止 包括支付宝等等 还有500家中国企业本来在印度投资 都受到了印度的打压 所以印度的打压是这些投资低 差税差得很严格 再一个是这些企业 印度收紧了签证 中国人现在很难得到签证进入印度 结果导致这些中国企业管理层无法更换 因为拿不到签证 你走了 你无法经营 而且这500家企业在印度越来越增长 有的撤出了 有的还留在那里 为什么留在那里 说是为了早期的投资 为了维持一个市场占有率等等 勉强维持在那里 但是已经是促进艰难 眼看就撑不下去了 这就是制造边界冲突的一个后果 还有一个 现在来的6.8亿 怎么回事呢 是小米公司在印度输了一个案件 被扣押了6.8亿美元的资产 小米公司在印度的手机消失了 本来说占第一 在印度现在被韩国的三星所取代挤下去了 而中共跟印度发生边界冲突之后 小米在印度被放大进观看 其中有一个案件 就是有控告 小米公司是以所谓权力股的方式向境外汇款 就违反了印度联邦的外汇管制法 就告到法院 小米就抗辩 说自己没违法 最近印度联邦的其中一个邦 一个邦的最高法院做出判决 小米败诉 拜诉之后 他的6.8亿资产被扣押 小米公司可以说是苦不甘言 他说他还要抗辩 抗辩有胜算的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法院在印度 而且是按照印度的法律 可不是按照你中共的法律 所以中共的企业就在印度陷入如此艰难的处境 这艰难的处境都是 就是原来中共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把一般的冲突都经济化 贸易化 比如说跟韩国人家部署杀的导弹 他就反韩 反韩风潮 把韩国企业反出中国为止 一旦台湾的政府没有去听从中共的所谓的统一 或者是按照中共的说法定义一中 那么就禁止台湾的商品进入中国 禁止中国的游客进入台湾 经济报复 还有就是对日本的游客也是如此 一旦钓鱼岛 中共制造一个争端 不仅在国内制造打砸抢 而且还去制裁日本 让中国的游客也不要去日本 结果是两败俱伤 说的好听就两败俱伤 说的不好听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结果中共这样干 别人就不能这么干吗 说印度成了一个强悍的邻国 中国强悍的邻国 印度的经济腾飞 军事工业崛起 整体的国有化 而且严密的在边防设防 防止中共 中共一有蠢动 印度军团就以狠狠的打击 军事上占卜的好处 而印度又是一个世界各国庸弱的投资大国 投资外资万亡 汹涌而至 印度的劳动力也便宜 人口也多 劳动力也年轻 充足 大有取代中共知识 共产中国知识 而印度就是用经济手段对付中共 可以说打得了中共的痛处 打得了痛脚 正是卡到了脖子 这两个经济大国 中国周边的经济大国 一个日本 一个印度 都左右卡住了中共的脖子 按中国网民的话就是 都卡得翻白眼了 还在嘴硬 说 你要再卡 我就死给你看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祝各位这么愉快 再见